他说生旗呢 过去生旗你知道怎么生吗 过去生旗怎么生呢 讲述百姓真实故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今天是第74个国庆日 观看天安门生旗仪式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伴随着红旗 冉冉生旗 让人热血沸腾 激动无比 可是您见过曾经一个人的生旗吗 国旗班什么时候建立的 来 咱一起听听马哥和他的粉丝说说吧 就一个人 生旗就是和平文贡建局老师傅 骑这二八大车 到这把这国旗登登登升上去 一直升上以后 自个儿升上以后 等过了节以后啊 晚上没有降旗的 俺那挂着 挂好几天 等节过了以后把旗拿下来 不是每天升 每天降 那时候升国旗就是那老头还去了 还不是老旗 工战局的 哦 那咱得多少年前了 七八年 七八年以前 没有国旗是吗 那时候没有国旗 反正我在记事当中 我就知道天安门国旗那有一个旗杆 就有一个围子 就有一个大理石的什么的 这花朗一个方块 这旗子在中间戳着 后来这把这个也修的美了 也修票了 又把这圈发大了 也也修大了 国旗班啊 后来是七八年 好 这就是七八年 七八年以后见的 原来就是和平门那个供电局 那个入冬队就有一个人 哦 那师傅 728大车 我怎么知道 你家就不让这边住嘛 这边早上天门 那时候会玩的呀 嘿 看见 哈喽 到那把旗子玩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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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是这个 哈喽 你是顶着 挺绝的啊 我看你顶着够绝的 哦 还不定了 到我们全演出去吧 哈哈哈哈 他们那个老顶东西 哦 老顶东西 对 他老顶着 哦 不顶不休啊 哎 这旅游子上来了 上来了 你要看见外国人了 哈喽 老板看着来了 来了 看来中国的经济要红了 你看看 他们都愿意找中国来 您好 嘿 哈喽 哈喽 这身体说出来 多棒 油犊子似的 好 家伙 身体多好 天堂这人都外国人了 他主要是外国人一到中国来 又过来已经 这个天堂可能可以说是必来的 那么多黑人 他这是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真大的 哪一个国家的 对对对 来的一波 来的一波 要是非洲的 都不算太远 啊 是不是 还不吃到附近的呗 对 而且他这种黑 你看没有 还不是说真正的吃到的那块 要吃到的那个大后嘴 特别的咱们看不惯 是吧 你看他这个 无愿还行 还可以 还行 还行 到原来看的多了 这就是三年疫情 对 少了 少了 这一来 你看 你看 现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看天安门升旗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 您了解过去一个人升旗吗 您看过天安门升旗已是吗 那一刻的心情如何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我是未经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